中国女队爆大冷门 15分钟一败涂地丢罐 王萌四字炮轰吓坏黄建祥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北京冬奥会 关注中国队表现的粉丝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 那么最近的我们中国女队 会在短道数华项目当中呢 爆出一个大冷门的情况 大家也知道 现在的北京冬奥会正在进行当中 那么我们中国队呢 也是在这一世参加了很多的一些项目 虽然说我们目前啊 因为取得一个金牌数不多呢 那么在整个排名当中也是不断落后 但是我们依旧非常期待呢 我们更多的一些中国的年轻选手 能够在本次冬奥会当中呢 展现出我们的拼搏精神 能够期待呢 他们能够在我们的一个家门口呢 取得更好的成绩 而就在最近的一个进行的 一个女子100米的一个比赛当中 那么可以说这一世呢 整体比赛也是对外界 让我们非常充满期待 因为本次比赛 我们中国队呢 一共是有三名选手呢 携手出战 包括曲春宇 张楚彤 以及韩宇彤 那么他们的一个整体表现 也要很多粉丝啊 期待他们这一世 能够出现一个坑枪玫瑰的精神 作为我们女子项目呢 能够在本次比赛当中呢 展会出一个好的成绩 然而令人非常尴尬或者说有些失望的事呢 那么本来大家都期待 他们能够闯进总决赛 并且以他们那个实力呢 本来就能够有机会冲击金牌 但很可惜啊 在这一次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 他们三个人都因为接连表现不佳 被各路选手超越了 并且最终是纷纷被提前暴冷淘汰 无缘最终的一个决赛 更是无缘最终的金牌争夺 所以可以说这样的一个结果 可能对于很多粉丝 或者说很多观众 关注本场比赛的人来说呢 应该都是相当失望 而且呢是相当意外的 包括我们也看到 在这一次个比赛解说当中 我国著名的短道数华运动员王萌呢 在解说这一次比赛过程当中呢 也是相当震惊 并且在看到这场比赛接连惨败 我们三个选手接连出局之后呢 他也在解说平台呢 更是直接发飙 他说年轻的小将 一定要展现出敢打敢拼的一个风格 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 我真的没有看到敢于争先这四个字 那么可以看到 其实在整场比赛过程当中 其实王萌一开始 还是对于这些年轻的小将充满期待 并且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拼尽全力 这样子即便是你不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那么大家也是了无遗憾 那么作为我们曾经中国短道数华队的一个教练呢 我相信王萌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他希望看到运动员呢 拼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但是整场比赛过程当中啊 那么就像王萌所说的 那么这三个选手呢 其实并没有表现出他们最大努力的一面 也并没有呢尽自己的权力呢去赶超对手 所以才会让王萌这个成绩的主管教练是如此的生气 而我们也看到王萌啊 四个字强调敢于争先 敢打敢拼呢 这四个字啊特别强调 那么并且呢也是他比较生气的一个态度 可以说啊是吓坏了旁边那个啊 这个解说黄建祥 所以黄建祥呢也是赶紧进行个原厂 希望王萌呢能够息怒不要太过于生气 毕竟我们也知道其实啊在整个解说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对于解说嘉宾来说 可能确实不太适合带有太多的一些个人的强烈情绪 但是毕竟王萌曾经是我们中国短道数华的个主管教练 那么现在虽然说由他起来自己的韩国队的一个好友 作为一个主管教练 他自己的已经卸任了 但是他的一个国家队的情情结呢还是在了 所以他还是希望这些运动员呢 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 为国争光 但很可惜啊 最终还是爆出了一个大冷门 那么对王萌来说 对所有关注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观众来说呢 估计就要失望了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啊 就像王萌所说的 之后啊 这些年轻的运动员呢 包括其他项目的运动员呢 都能够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 敢于争先 敢打敢拼 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拼搏精神呢 才能够在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加油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 开心聊冬奥会 拜拜